欢迎观看这期的 中共24小时武统台湾 8月10日中国东部战区 触动了空军的战斗机 总共整百架战斗机 赴台湾的北部西南 东南部空域执行任务 是整百架的飞机 不是整百架次的飞机 护往台湾空域举行军事演习 这包括了多种任务 超大规模多面斜战多种机种 包括殲-10、殲-11、殲-15、殲-16、殲-20隐形战斗机 而且台湾的空域完全没有发现 殲-20隐形战斗机的终迹 而且胡人机已经飞越台北的上空 中共可以轻易24小时拿下台湾 台湾开出的RETA 只监察出中国出动的殲-10和殲-11 完全没有侦察出中国殲-20隐形战斗机 已来到台湾参加这次的空中军事演习 从这次的军事演习可以看出台军 与美军在台湾部队的部队称战争 完全是破战百出 特别是它的曝导士RETA 完全很多中国的空中军事演习的资料 都没有侦察出 连殲-20都完全没有侦察到 而且中共这次对台湾岛已经发射了超过20多枚的 东风-11-15 东风飞弹 台湾也没有侦察到 只是日本的军事网站提供消息 最后才报告侦察出十一枚飞弹 台湾 岛的东南东部战役 所以可见 曝导士RETA是破战百出 而且台北的上空胡人机飞夜 台湾也不能够采取任何的反制行动 完全是一塌糊涂 特别是台湾的领导者蔡英文 抱着IQ精神、鸵鸟精神、精神胜利 就是中共参加竞争演习 没有打到我就不算任何威胁 中共的胡人机飞夜台北 它也没采取FIRE式系动 只是说开动的雷达 难道说台湾的雷达 永远是关注的呢? 真是笑死人啊 中共的歼20 出动来到台湾这次军事演习 这属于中国的世代半的隐形战斗机 台湾的护导士雷达 完全没有抓到歼20的任何终绩 证明了歼20 它的隐身功能 已经作战的实际功能 已经超越了美国 护导士雷达 所能捕捉的中影 而且最近美国的F-35 完全退货 拿回原厂进行修理 这也是最近 中国的歼20 以美国的F-35 两架最新的世界型隐形战斗机 作为东国东海战役发生插枪走火 F-35可能发现自己的在某些战斗功能 比不上中国的歼20更有传出这样的内幕消息 说美国的智库想偷走中国歼20的隐身战斗机的秘密 所以这次美国回召自己的F-35 而且发生了多次的F-35坠机事件 会采取一次的修理以及维修 以提升其作战功能 从而媲美中国的歼20 所以可以说出 美国的S-35隐形战斗机 与中国的歼20不是同一个次贷 已经差了半个次贷 而且中国的歼20 它的制造成本是美金1200万 而美国的F-35是美金800万 而且中国是采用最新功能的电子产品水平 而美国F-35所沿用的电子作战水平 是上一个次贷 所以可以说它两架战机的比较是差了半个次贷 而且其飞行的速度 美国的F-35只是能够飞行于1800公里每小时 而中国的歼20能够飞行于2600公里 所以有人称美国的F-35是非典 一旦被中国的歼20完全捕捉住 完全是没有办法逃脱 只有被中国歼20寄落的命运 所以美国紧急召回F-35战斗群 只有在改装以维修 以提早其作战功能 等真的到达中国的歼20的作战水平 才能够推出问世 中国这次发射了16枚东风-11-15导弹 以及20发的远程火箭弹 而台湾的铺藻式雷达 只能不能够捕捉任何冲警 只有等到日本的军事馆提供的消息 才说捕捉到11枚导弹 发射到台湾的空域 可见台湾的铺藻式雷达式破绽百出 岌岌可危 而且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的防御空域 只是在2-30公里 中国的东风导弹是在外太空整百公里 是以超过20马赫飞行速度 同时能够分解成10-20个火箭弹的战头 堕入台湾本岛 所以可见台湾的爱国者导弹 以3-4马赫如何抵抑 从外太空飞翼而来的东风-15导弹是20马赫 这就是说 以最慢的乌龟来打最快的白兔 又问如何能够打得到呢? 简直是吃人说梦话 阿Q精神 精神胜利 而且中国的东风-11 与东风-15导弹 是完全没有隐身功能 美国的铺藻式雷达 应该是能够在第一时间捕捉到 可是美国的铺藻式雷达完全不能捕捉出 因为美国铺藻式雷达 只是能够沿着DP线的30-45度侦察 任何超过这个角度完全不能捕捉到 可见美国的铺藻式雷达是破战百出 而美国的不对称战争 完全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至于用火箭弹攻击台湾的空域 是因为火箭弹的成本比东风导弹更便宜 所以用来攻击台湾本岛是更加的方便 与经济实惠 而且台湾的海峡最窄处也是130公里 所以用火箭弹来攻击台北 是更加的划算 而且原火火箭弹能够轻易的覆盖台湾整个岛域 更加轻松的击中台湾岛上的任何军事目标 所以解放军已经制定了武统台湾24小时拿下台湾 第一步就是3000枚的原火宝盒打击 以及东风10-15的远程打击目标 阻止美国韩国与日本介入台海的战争 这第一波的打击是台湾岛上的任何机场与港口 而任何的军事目标给予台湾岛上任何的军事目标 一下子的瘫痪 而且把机场的跑道打烂 任何军事目标一意摧毁 烂 台湾本岛上的雷达也是一意摧毁 让台湾呼还价之力 而第二波的打击是台湾岛上的交通枢纽 指挥中心广播电台 以及总统办公室以及军事指挥所 而第三波是登陆区域的火力掩护作用 所以这完全是符合经济实惠的24小时 统一武统台湾的方案 而且这三波的打击之中 中共也会拍出湖人的隐身战斗机 以湖人机飞越台湾北部 实施斩首行动 把台湾的领导人蔡英文拿下 这台湾岛没有了主帅三军司令蔡英文 就完全可以宣布投降了 这24小时拿下台湾就轻而易举 一仗成名了 而台湾岛内声称的石油网能够存 约大概是140天 天然气存为10天 不过这10天是在非常很好的天气 不是酷热的天气 如果在酷热的天气5天 台湾已经天然气已经不复存 现在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与中国的外长王毅在东盟的会议上见面 俄罗斯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说 完全支持中国的武统台湾 而且万毅与美国发生任何的军事冲突 俄罗斯会站在中国这边 现在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与王毅外长 在东盟见面 两个相互拥抱抱坐其软 这俄罗斯一路来都供应台湾的天然气 现在俄罗斯是站在中国这边坚持武统台湾 万毅俄罗斯切断天然气供应台湾 台湾将会面对一个更加艰难的考验 而坚守本岛抵抗中国的侵略 因为台湾在酷着的天气 天然气完全不能够超过五天 现在的围困只是三到四天 如果下一次的演习是超过半个月一个月 台湾岛是完全不能够撑下去 而且中共的围困台湾 阻止了任何的天然气石油以及粮食进出台湾港口 台湾人民如果在围困超过了一周以上 可能加以抵抗 所以到时如果围困台湾知识超过半个月一个月或者三个月 台湾岛可能唯一的选择就是宣布投降 所以中共完全解放台湾是指日可待 而且在这次的军事演习中 台湾认为美国是台湾的坚落磐石的作战伙伴 可是真正中共来到台湾空域海域举行军事演习 美国的航空母舰 雷根号马上夹做尾巴 加速驶往菲律宾海峡 逃之夭夭 现在美国的雷根号上的战斗机 只剩下48架的黄蜂型战斗机 完全不是中国的对手 那时美国声称会积极三艘航空母舰 以一艘轻型航空母舰 来360度的围堵中国台湾海峡 以对抗东风导弹 以当中国发生的军事演习围攻台湾 这全部的航空母舰 360度的防御 已经逃之夭夭 每个航空母舰都夹做尾巴 逃之夭夭 这可以证明说 美国是完全没有办法抵抗中国的东风 十一十五 特别是二十六的东风导弹的袭击 万一中国的东风导弹的准确度 是少于十米 就是说 中国的东风十一十五 以二十六打弹 能够百分之百的 把地球上任何一艘的美国的航空母舰继承 让它消失在地球的地皮线上 而且把航空母舰继承于海底 所以从这次的台湾军事演习 美国的航空母舰已经不能够使进第一岛列 第二岛列 所以在下一次真的假演习真武统台湾的时刻 美国的任何一艘航空母舰是不会出现在台湾的海域 如果美国的航空母舰来到台湾的海域 只有发生会被中国东风导弹继承的命运 而且每一艘航空母舰上面 在座五千名的美国士兵 试问美国士兵怎么会为作台湾问题 而和中国解放军开战 特别是美国方面 现在面临招募士兵的问题 很多年轻人都不愿参加美国士兵参战 美国士兵的士气十分的低落 换言之 现在这个台海维系军事演习 中国在招募兵员上 源源不绝 很多年轻人都正往军处想当一个作战兵士 解放武统台湾 所以是完整两种不同的趋势 而且台湾岛的增兵消息 台湾岛内部的消息 台湾岛的年轻人都不愿为蔡英文的台独 而以中国开战 所以台湾在增兵方面也是发生很大的问题 特别至于中国与美国的不同之处是台湾是美国一个边边角角一个小小的利益 美国不会为了台湾一个边边角角的利益 以中国或者俄罗斯发生一场核子大战 美国只是利用台湾来拖延中国的崛起 这就如美国利用乌克兰来拖延俄罗斯的军力发展 美国利用台湾之处就是把不要要丢掉的武器卖给台湾 这正如台湾岛上最有名的政治家作家李敖先生所说 台湾是美国的一只哈巴狗 其实哈巴狗还要花钱向主人买骨头呢? 这是一分很可笑的事实 而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核心问题 台湾在中共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党纲之内是属于台湾省 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完全不可能把台湾岛以祖国分裂 所以统一台湾武统台湾 如果在民进党的领导之下 这武统台湾是迟早的问题 所以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如日中天 而美国与台湾的经济发展是日落西下 所以是一个一上一下的 贴屏上不对称的杠杆作用 一支最新的中共24小时武统台湾 请看下一集 第二集中共24小时武统台湾 我们下一集再见 天约 无法小心翼翼 不留有走痕迹 不同一组命运 不喜独闭却关着遂 别人也不肚皮 以泪几时注冰 灭灭作为赞历 无伤肯定 啊 看哪 小孩子燃起了不对 啊 看哪 小孩子笑着回手术 我在这里 我真诚的呼喊 我在这里 这疯伤的宇宙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 和为了你 只想共计 替代爱你 到底是 我是你 无人能够看见 时光难尽 相悲 冷不及 啊 看哪 不仅心花了太脸 啊 看哪 好不由于 开启下 黑暗色里 这永恒的权利 黑暗色里 这永恒的权利 没有光难尽 美丽 拥抱 所有的 是你 黑暗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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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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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爱着你 Zither Harp 作为 道德家乡的你 抱歉只能忍尽 究竟何为了你 只想攻击替代爱意 到底是不是你 无人能够看见你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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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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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